大家好,我现在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市,下面是康定广场,身后是跑马山,旁边还有一个溜溜城 沿着河,前面有一个客运站,打算坐车去新都桥往雅江的方向走,这就下去了 早饭在广场旁边吃的包子和粥,这是韭菜馅的 在康定广场彩虹桥这里坐二路公共汽车,直达客运站 山间都是佛像壁堪 公交车下来到达了康定旅游客运集散周心 从这里问一下有没有直达雅江新都桥方向的客车 近站口,这边是售票处 找一下雅江的车票 我乘坐的小巴车出发了 周围的雪山绵根几百公里 现在海拔高度不断上升 这一路上手机没有信号啊,现在海拔达到了仅仅3,400了 坐了一个小时车,海拔3,600 现在海拔上升到4,000 中途有好多的营地 这是相当于一个超市 在海拔4,000以上的地方 外面的气温啊,就是零上几度 经过了一片木区 车子一会儿需要翻过对面的山 哇,这边的景色确实是美啊 这周围还有一个甘孜的康定机长 现在的海拔高度上升到了4,300米 中途下车休息一下 现在的海拔高度接近4,500 所以说气温比较低 接近雪山顶 之后继续坐小巴车 往雅江的方向走 那边的摇沙 是安称鸟 现在我们在海拔高度上升到4,500米 在2,500米 康定的飞机场 这里距离康定市中心约60公里 哇,周围都是大雪山 经过了一片大草原 对面的山坡上有字 江八驿站 山坡上的霜 海派的人 山坡上有水 白山坡上有水 山坡上有水 海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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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坡上有水 海池的人 经过了白玉村 村子里没有几户 这边的房子也都是石头砌柱的 冬天暖化夏天凉快 这一路上还有泡面的地方 新都桥最佳观景台 周围的房子建的也特别漂亮 好 老板 老板 好可惜,我只是欣賞 我只是走路上,我只是走路上 这有好多的帐篷 好多的旅游大巴车也停到了这周围的站点 高原的特产 即将到达新都桥镇 坐了长长两个小时的车 我现在到达了新都桥镇 这边是国道的248 准备到镇子里面 吃饭住宿 顺便转转